吃個早餐 我們一般在城市裡面不會自己做飯 會是它當地的特色 米線 它就在農貿市場附近 你吃紅燒牛肉啊 很小的一家店 只有六張台子 門口有停車位 是付費的 是計時付費 不過不貴 他們家用的是保民處 四川人都知道保民處 紅燒牛肉 這個湯好濃郁啊 你看 然後再看一下我的 牛肝吧 我這個是牛肉肝 所以貴起來 到鍋裡頭 小料全倒進 我鍋裡倒 拔啦拔啦 攪拌一下 拔啦拔啦 它這個米線不同於 以往的雲南米線 它這個湯 好濃郁 你如果喜歡吃重慶火鍋的話 這個肯定就是你的最愛 我覺得那個長德的 對 長德的那個燉粉的味道 也是這個味道 它這個量不夠可以免費加的 有種微甜 主價吃米粉 一般要吃三兩 那就去加 這家米線店 調料比別的店都要好 而且 在這個細節上 看它這個紙 紙都是比較好 對 不是那種很廉價的紙 比較少見的 用這種品質 免費加的米線 這家米粉店會顛覆你對雲南米線的認知 就很非常非常地的 我們來看 但是我們來看 這個顧面 是